Hello大家好,这里是日禅公园,我是李叔 是谁刚过完年上班,就在想着下一次旅行 是谁希望时光到回,再跨一次新年 2024年4月6号到4月14号,九天七晚 日禅看世界之斯里兰卡漫游团二团 最后四个上车机会 我们将一起共度斯里兰卡传统新年 再度感受美好的节日氛围 日禅公园两大人气主播杨元博士和李淼 淼述将全程随行 博力文化创始人自然讲师郑阳亲自带队 将用专业的讲解激情的陪伴等待你 我们将深度探索霍顿本达拉亚拉斯里兰卡的三大国家公园 乘坐敞篷越野车近距离接触各种热带珍稀动物 纵享绝美的海岸日落和星空 感受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 同时全程享受奢华极致的酒店住宿企业 包含20世纪亚洲最重要的建筑物之一的 Jeffrey Bava的酒店设计作品 本团价格为19800元 所有报名团员都将获赠福利礼包 包括户外用品 日禅付费节目 以及定制纪念版明芯片等等 具体的行程和报名方式可以在本期节目的show note里边找到跳转链接 也可以发送思理兰卡到日禅公园的微信公众后台获取信息 听众中还有哪些更多的狂野体验 我们将共同见证怎样的自然奇观 更多旅程细节 欢迎回听日禅公园第589期节目 日禅看世界 我们回兰卡 抓紧最后的机会 期待和你在兰卡重过新年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日禅公园 我是小伙子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刘介群先生 大家好 我刘索 刘索 在去年刘索也得到了很多的成绩 受到大家非常多的好评热爱 包括我跟刘索录制了两套的复会节目 也得到了大家的大力支持 大家捧场 在这真是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 去年的西夏的节目 还有北魏的节目 西夏回不了家的伊丽莎 北魏迷失自我的一瞬间 这两套节目 现在大家还是可以在小伙洲 网音音乐平台都能收听得到 如果是听过北魏这套节目的朋友 大家其实对于北魏历史 所谓的那套节目里的结尾 会有一点点的了解 那句话怎么讲的 像诗一样 原修西奔 未分东西 累诗巾 又买诗巾 你最好跟我说清楚点 是诗巾而诗巾 不要一上里头搞这些东西 对 其实我们在那套节目的结尾 也会跟大家讲说 北魏后来的故事 因为就所谓的北魏 分成了东西 后来的故事又是什么故事 我们会找时间跟大家来讲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北魏它后续的那些故事 那也是其实大家非常熟悉的 所谓的南北朝时期的 非常混乱的 混乱的故事 我们再清楚点 让大家继续来梳理 好吧 那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 当时就刚刚这句诗歌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要说起来 海底从北魏后期 对他来说产生了 巨大影响的六镇之乱说起 六镇就是当时北魏 放在北方的六个重要的军事重镇 对 在这其实也得给我们 没听过那套节目的朋友 稍微讲一讲 北魏就是在南北朝时期 由鲜卑人建立起来的王朝 非常著名的人物 北魏孝文帝 对 到了北魏后期 刚刚我们讲到 就是有北魏六镇 其实镇守边关的意思 对 这六镇之乱以后 就导致了北魏的局势动荡 那么这六镇都是什么人 这六镇生活的居民 主要就两种人 一种是驻军 对 一种就是流放的犯人 你看看 这都什么人到边疆去 由于北魏的整个的 政治的侧重点的转移 那么随着他的迁都等等 那么六镇觉得自己被忽略了 他的地位没有那么重要了 失去了中央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和扶持以后 那么这样的人 肯定就起兵造反了 是 那么六镇之乱 可以说就导致了北魏的灭亡 那么在六镇之乱中 又涌现出来了一批当时的风云人物 比如说尔朱隆 对 替北魏凭六镇之乱的尔朱隆 他后来立了原子忧 最后又被原子忧所杀 这都是在北魏的故事 那么在尔朱隆的麾下 当时有两个冉冉升起的新星 一个就是高欢 鼎鼎大名 鼎鼎大名的高欢 名声也一般 高欢 高欢是什么人 高欢就是流放犯人的后代 高欢的父亲 就是当时流放到那里的犯人 高欢其实是鲜卑化的汉人 明白 他不是鲜卑人 他是鲜卑化的汉人 对 我们之前讲了很多的 比如像什么西夏 辽 金朝 我们都讲过这些事 其实在这些政权的统治下 有他们本来的 自己的 比如说什么宇宙人 或者是各种蒙古人 当然也有 属地本来的汉人 然后他这些汉人 其实所谓的 他会游牧化 对吧 然后你游牧化之后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你农耕了 你可能大家就认为你是汉人了 然后你汉人到了边疆 你到了外边 你到了草原地区 你游牧了 那你可能就游牧化了 那其实是一个意思 对 那么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 他的父亲就是囚犯 所以可以说高欢是出身很贫贱的一个人 高欢能够走上政治舞台 一方面就是长得帅 真的 特别帅 这全靠着偶像气质 而且高欢是一个有勇有谋 懂得隐忍韬惠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在他发迹的初期 他得到 因为他长得帅 为什么要强调他长得帅呢 对啊 就因为他得到了他的老婆 娄昭君的权力的支持 这娄昭君有什么背景 娄昭君就是当地的一个生活不错的贤卑人 这样 因为他要起兵 他要起士 他最关键的一个生产资料就是马 对 但他作为囚犯之子 他没有马 那他起兵最早起家的这些马是谁给他的呢 是娄昭君的嫁妆带过来 这样 那么这是高欢 双星的另外一颗星 宇文泰 我这更有名了 宇文泰是一个什么人呢 宇文泰比高欢大概小个十几岁的样子 宇文泰就是六镇的一个小混混 我以为是六镇的一个什么将领之子 小混混还卖这么大关子 当年年少的宇文泰 就是个小混混 没有难度 我们想当都能当 没有难度 当没当过吗 我这不好意思说 你还是流水比较真诚 我是不打算给自己贴金的人设 行嘞 咱就没当明白而已 也能小好 都能当所长 还是要好好的查一查 没有 好好说 其实宇文泰他们家曾经是有过一 因为他是鲜卑人 是 听见名字就是 对 他的父亲是有过作为的 只不过由于年幼失孤 所以他就是靠自己在社会上这么跑 混 没人管 对 这么一步一步起来的 这两个人在尔珠蓉的军营中 不断的发展 壮大 走上了历史舞台 那么最先判离尔珠蓉的是宇文泰 那那个尔珠蓉死了吗 没呢 还没死 对 最先判离他的是宇文泰 因为宇文泰的哥哥 因为得罪了尔珠蓉 被尔珠蓉所杀 残暴 对 那么当时尔珠蓉就觉得说 我弄死你哥哥了 你肯定会有反心 对呀 你这怀恨在心呢 宇文泰伏地痛哭 大表忠心 咱们简单的说 那么得到机会以后 宇文泰就跑了 是 人心格度 别谁信谁呀 对 他投奔了尔珠蓉手下的另外一个将领 叫贺巴越 那么在尔珠蓉倒台以后 贺巴越就成了当时山西陕西 一代军事割据的这么一个首领 当贺巴越被杀掉以后 由于部下叛乱被杀掉以后 宇文泰迅速地制住了这个动乱的局面 收拾了贺巴越的旧部 所以宇文泰这一支就立起来了 他成了这个割据势力了 对 宇文泰就在长安 站长安呢 对 因为咱们后来说的东西卫 他在西卫 他站在长安 那么说回高欢 高欢就一直在尔珠蓉身边隐忍 直到尔珠蓉被袁子忧所杀 尔珠蓉的弟弟 尔珠天光这些人 重新叛乱 我们在北魏的时候已经讲过 当时袁子忧就非常的真诚的说 这件事咱们过去吧 咱们放下这些都不行 所以袁子忧被尔珠蓉杀掉以后 那么尔珠是立了袁修 就是北魏统一时期的最后一个皇帝 袁修 是 那么高欢最后就是靠平乱 尔珠之乱成为了袁修的进尘 明白了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当时的袁修是被高欢所控制 但是袁修就想到了袁子忧被尔珠蓉控制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虽说袁修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 但是他也不希望被高欢控制 而且高欢我们说是一个隐忍的人 其实高欢很像曹操在这一点上 还真是啊 我即使邪天子令诸侯了 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说对你不尊敬啊什么的 使得袁修这个人膨胀了 袁修想除掉高欢 对因为我不想我身边老有一个你 对吧 那么袁修怎么除掉高欢呢 就一定还要联系其他的诸侯势力 我们简单的说吧 就诸侯势力 他选择了谁 他选择了宇文泰 资质通鉴记载的这个很神奇 因为袁修一定要给宇文泰有书信往来 对 袁修就给宇文泰写了一封血书 好吓人呢 更吓人的是按资质通鉴的记载 是把胸口割破流的血写的血书 咱也不懂是吧 对啊 你说你咬个手指头不行 可能是贫血 就觉得这儿的血离心脏近 咱也不知道啊 这儿这出钱量大不大 反正就这么说的啊 横着来一刀 皇帝大出血 有之不在年糕是吧 大出血吗 马他力说的 大出血啊 所以才会有了袁修吸奔 他吸奔去投奔谁 投奔的宇文泰 那么因为袁修投奔了宇文泰 所以我们在北魏最后一期的时候说 高欢追袁修 因为把你追回来吗 没追回来以后怎么办 高欢就是摇吠袁修 记得吧 当时我们在节目里的原词 摇吠 远远的指着鼻子吠了你 是 然后立的袁善剑 这谁啊这是 还是北魏的宗室嘛 就是所谓的东魏的皇帝 袁修就到了宇文泰那里 就有所谓的西魏 那么后来 因为袁修是带着自己唐姐 她的那个女朋友 咱们说她淫乱后宫 找了三个唐姐做妃子 带着其中一个去的宇文泰那里 后来宇文泰又杀掉了袁修 立的这个元宝具 所谓就是西魏的皇帝 也是宗室 也是宗室 袁修这个受伤太重 你这孙口那不好愈合 是吧 你拉开听着挺吓人的 C块玉 哎呀 那即使我们后世 称之为东魏西魏 想必在当时 咱还是那句话 想必在当时 大家肯定也不认为说 你那是真的 我那是假的 对 对吧 那肯定各自认为 我这才是所谓的魏 正式的这个传承人 对 而且我们说这个北魏 也都是我们后世说北魏 人家当年就是称自己为魏 而且就是因为两个人分别拥立了 所谓的大魏正统的皇帝 才导致高欢和宇文泰之间 数次大战 那是必有一战 对 对吧 你说你是 我说我是 那不行啊 对 因为当时南边是南梁 就是大家当时跟南梁的关系 那个时期都比较缓和 因为你跟我没什么关系 咱俩先和平共处 南梁那边是改寺庙 对 正好是萧衍的时期 对 那么我们两个人的正统之争 才是当时在于高欢和宇文泰之间的主要矛盾 而且你看他们两个选择这个路径还是不约同 他们并没有说我立马 我这什么姓袁的 没那个了 我不带你们玩了 我当皇帝 是吧 没有 他们都是拥立了所谓的大魏正统 他们认为大魏正统 然后还是以魏的旗号 对 是吧 然后起义兵 对吧 你那边那个不正宗 是吧 那么当时这个宇文泰就在长安 他们高欢最早在洛阳 后来又把这个都城迁到了叶城 叶城 太著名了 这非常著名了 叶城 对 那么他们两个之间发生的这些战争呢 我个人认为是在这个魏分东西以后 非常非常精彩的战争 你要让我说 谁占叶城谁是魏 曹操就喜欢叶城 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 大魏嘛 这大魏正统就得在叶城 大魏不都是胳膊飞了的算大魏 什么什么玩意 大魏科波菲尔嘛 哎呀 这破口今儿就敞开了 谁呀 过年 那谁也不常忍着 长城都没了 什么玩意 大魏科波菲尔 来来来来 那么两个人的第一战 就是当时元修还在 第一战就是高欢去追元修的那一战 在哪打的呢 在同关 好家伙 陕西同关 真是打仗的好地方 当时高欢就兵分三路攻同关 就是他自己率了一路 他另外两个将领各率一路去攻同关 然后宇文他在哪赢的敌呢 在小关 这个地名叫小关 所以这场战争在历史上又称作小关之战 当时高欢的部队的体量 要远远的大于宇文泰的体量 他当时是怎么分三路呢 以他手下名将叫高敖曹 领一路兵攻上落 就是今天的陕西商州 然后呢 大都督斗泰攻同关 他自己领兵从晋阳出发去普版 这是三路 这三路兵基本到的时候 其实宇文泰手下的人就 绝大多数都慌了 因为首先像斗泰 像高敖曹 这些都是当时不是出的大战将 而且高欢本身这个人就非常能打 而且双方兵力又特别悬殊 那么怎么迎战 就摆到了宇文泰的面前 这个时候宇文泰手下一个谋臣 就跟宇文泰说 高欢为了过黄河 已经开始加福桥了 有人说 说我们现在应该直接去打高欢 因为叫怎么说 摄人先摄马 擒贼先擒王 打高欢 这不另外有人站上来说 我们不应该打高欢 我同意 我同意 您为什么同意 这铜关什么地方 这铜关一手难攻 他大老远来了 我出去我打他去 我们不见到有胜算 对吧 我在铜关守着以一代劳 他们能守铜关是不是 守啊 那在铜关是吧 吃肉夹馍以一代劳 我觉得这个胜算更大一点 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 当时他手下的谋尘是怎么给宇文泰分析的 怎么说的呢 说高欢这个人呀 拥兵自重 他手下另外两路 一路高凹槽 一路斗泰 都是非常骁勇的战将 如果你直接打高欢 首先高欢自己有主力部队 其次 那两路肯定是飞马来救 我们打其中一路都费劲 这样的话势必导致三路合围 那这场战争胜算不大 不错 那我们要打谁合适呢 打攻铜关的斗泰 一像您说的铜关一手难攻 二斗泰在中间 没有高欢的命令 高槽是不可能去救斗泰的 哎呦 这还有道理 而且高欢已经为了过黄河搭福桥了 高欢一定认为自己是主力 认为拟公斗泰是阳公 所以高欢轻易一夜 不会去救斗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咬死斗泰 此战可胜 哎呀 这个谋臣 看来这个谋略还在我之上 我说的非常有道理啊 就这样吧 好不好 宇文泰就听了他这个谋传叫宇文申 听了他的建议 直接打斗泰 因为这样是 相当于是你把所有的力量 全集中在一个点了嘛 这场仗斗泰大败 嘿 你看逐个击破 而且斗泰全军被击溃以后 斗泰 泰知道回去可能也要军阀处置 自己又不想被俘 所以斗泰就在战场上自杀身亡 这一战损了冬魏 我们现在叫做冬魏 一万余众 真硬 高欢一看说 那时局这种瞬息万变 这场仗再打下去 我胜算不高了 于是撤伏桥 高欢撤退 回了 回了 这场仗就以西位胜利而告终 那看下来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以少胜多 以少胜多的一场大战 那么紧接着 转过来 高欢休养生计以后 高欢要报这个仇啊 因为舍漏委员大将啊 是 高欢就再次攻打西位 这一次 选了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这个时机是什么 这个时候是西位 发生了大汗 天灾了 粮草啊 这方面啊 就是粮食不够吃了 气势也低啊 高欢 亲率 二十万大军 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 上次我兵分三路 被你突出一路 使我兵败 那这次 我就一路大军 我自己亲率二十万 先干一件事 就是 围了 这个宇文泰的 粮仓 好啊 好事啊 这时候高欢手下的人就说 围住粮仓以后 紧接着我们就围他的城 粮仓跟城之间互相不能救援 围也把宇文泰围死了 饿死你啊 这个时候 高欢 想了想了说 不行 怎么了 高家人 神经质的那一面 就体现出来了 哦 怎么了 他是 高欢说 上场仗打的我心里 这憋屈 哦 我不 我跟他的兵力 二十比一 我都围住他了 我非得弄他 不可 我没有工夫跟这拖着 我现在就直接围死 不行 耽误不起 哦 就要干他 硬磕 硬磕 哦 他跑了一个地方叫沙院 就是在城附近 在这个草丛里头啊 带着他的亲近的这个部队啊 嗯 在草丛里头躲着 然后这个时候 高欢 军事才能就体现了 高欢说不躲着呢吗 是吧 我也找不着他 因为大草地 一躲 嗯 点把火烧 是 我烧死他 不就完了吗 这个时候 高欢边上 有一个 我们有机会 会更多的讲到这个人 但是今天要提到他了 这人非常之著名 网上有人给他称为叫 宇宙大将军 哎呦我的天呦 这这大抬头啊 侯景 嗯 侯景是高欢手下 真正的大战将 一生这个 见功无数 有勇有谋的侯景 这个时候给高欢出了一个 特别搜的搜主意 哎呀 这这抬头不好使 这什么主意啊 说 您为什么要烧死他呢 您烧死他以后 谁知道宇文泰死了呢 嗯 就你怎么跟天下人说 你把宇文泰杀了呢 然后呢 对吧 嗯 我们还是应该包围 嗯 还是应该去打 得活的 对 见着 对 高欢本来想夜里的放把火 就烧了 嗯 说第二天我们再打吧 说您别这样 高欢一向也是 而且只有手下所有的将官都认为 我们应该抓他 嗯 而不应该烧他 这是多好的立军功的机会啊 这一把火 那除了点火的那个人有功 甚至大家没有功劳了 哈哈哈哈 点火我我我行 哈哈哈哈 我行 我也不用真打 不就小孩玩火吗 对 那么这样 高欢就放弃了用火烧宇文泰的计划 使宇文泰熬过了那一夜 那这光有这一夜怎么就能缓过来 哎 这里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 嗯 当时跟宇文泰在草坑里躲着的有谁呢 有一个人叫李虎 嗯 不说大家对这个人熟悉不熟悉 这听着名有点耳熟啊 李虎名气不算大 嗯 李虎的孙子名气大 叫什么呢 叫李渊 哎呦呵 还是孙子有名啊 啊 李渊啊 嗯 还有一个人叫杨忠 哦 杨忠的儿子叫杨坚 呦 如果当时宇文泰这把火一烧 嗯 没有随和桃 您那说的就像什么呀 什么 杨铁心 嗯 是不是 嗯 你可能名气没那么大 但杨过你知不知道呀 是吧 对不对 啊 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他们两个人全都在这个宇文泰的手下吗 对 哇 他们就是宇文泰手下的八驻国嘛 哦 所以后来才会有杨坚的那些事情吧 是 随朝啊 唐朝的故事 嗯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没有 放火烧 那侯景出的什么主意呢 把大军一分为二 一路打 一路接应 嗯 这个主意出完以后 第二天等来了谁 等来了 宇文泰的援军 援军一到 一冲 因为他的部队太庞大了 没等他一分为二 直接把这个高欢的部队 冲这都给切开了 嗯 古代打仗就是一冲开 这兵就开始散了 又一员猛将 出现 这个人叫李毕 嗯 毕马温的那个毕 嗯 李毕的儿子 就是后来的蒲山公李密 哇哦 大家如果看隋唐演绎都知道这个人 著名了 嗯 李毕带着兵 援军一到 等于是把整个一个巨大的东魏就给冲散了 这冲散以后 东魏的部队首尾不能相顾 嗯 仓皇撤退 这一次又是以宇文泰显向还生 以少胜多 结束的 哎呀 还真的很有戏剧性 嗯 而且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哎 你看我们这个军队这么多人 嗯 你中间给我冲散了 就不行了 嗯 非常大的问题是 你冲散了之后 大家没有办法统一行动 对啊 就是你号令的人 你可能就不知道 而且那时候危急的情况 很多部队的士兵就看到别人跑 那我也跑啊 别人冲我也冲 别人跑我也跑啊 别人干什么我干什么 这是战场上一个主要的心态 对 那这次你说你这是非要这个逞这个能 嗯 是吧 你明明一把火烧死就完了 对吧 嗯 那还是这个命数不到 嗯 这时候大家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每一次高欢跟宇文泰的战争 都是宇文泰获胜 嗯 那为什么最后会有两个人平衡的局面 因为大家要知道 这个时候高欢的军事实力是远强于宇文泰的 嗯 所以就是在两个人不断的这个战争的过程中 高欢的所谓的东魏的军事实力在下降 嗯 西魏的军事实力在上涨 那么西魏的领土在相对来说在不断的一点点的扩充 嗯 东魏在一点点的缩少 直到他两个人平衡的一个点 明白 高欢 这一次又战败以后就决定打第三场仗 心里有火啊 没完 没完 这回他就去打洛阳 因为他当时放弃洛阳了嘛 嗯 关注洛阳他已经到夜城了嘛 那么去包围洛阳 这时候洛阳已经归了西魏了 赶上什么呢 赶上这个宇文泰带着元宝具呀 回洛阳祭祖 哦 你看就很有意思啊 就是他已经相当于邪天子了嘛 那我还得让你回地祭拜你的这个列祖列宗 是是是 听说高欢的军道就迅速的开始收兵 就是宇文泰这边集结部队开始打 一打就败了 当时两方的军事实力差距还很大 是 一打就败了以后 宇文泰的马啊 中箭 宇文泰就倒到地上了 那大家都在找宇文泰 这个时候 宇文泰手下的一个将领非常聪明 因为大家在混战 看见宇文泰倒在地下以后 他拿着鞭子就抽躺在地上的宇文泰 就开始骂他 就说你个臭当兵的 马你都骑不好 赶紧起来 大家一看这样 说到那这个人应该不是他 不是宇文泰 就这样使得宇文泰 显向还生 得了一命 那么回去以后 宇文泰就开始 整理部队 反击 在反击的过程中 遇到了谁呢 遇到了侯景 因为侯景的刚愎自用 所以在宇文泰迎击侯景的过程中 侯景兵败了 侯景撤 侯景这一撤 把谁给坑了呢 就把高曹给坑了 那玩意大战啊 因为如果咱们两个人同时这么打 就是双方两个拳头左右开弓的这么打的时候呢 双方牵制他的兵力 侯景一撤 只剩下高曹在战场上了 那宇文泰的所有的部队 一听说这边是高曹 迅速的就 所有的力量就要像当年灭斗太一样 要灭掉高曹 高曹这个人 非常的生猛 他是那种浑猛浑猛的 高曹一看说你侯景撤了 就开始骂什么东西 他的视频中说咱不行咱也跑吧 说这个目前看战场上不得便宜 高曹说不用 把我的名号大旗举起来 把我的散盖举起来 让对方知道高曹在此 人家 你要不知道你在这人还不来呢 你这 人家就就冲着你来的 对 但是高曹觉得说我就让你们知道是我 好嘞 咱就硬碰硬呗 来吧 战将 这个时候 宇文泰说 那就用我最精锐的部队 全部的力量 掰掉高欢一个手指头 是一个手指头 宰一个 宰一个是一个 那就开始 痛击高曹 高曹 终归是寡不敌众 开始往回撤 高曹 撤到和阳南城的时候 守城的将领 是高欢的一个堂直 因为与高曹不合 不开城门 好家伙 这种事 所以高曹一看说 我竟然撤不回城 追兵又赶过来了 高曹大喊了一句话 我个人认为 这个人的人格魅力一下升华了 什么 鱼尔开国功 什么意思 就是来杀了我 谁杀我 回去你就能封公爵了 我拿我的命 给你们个开国功 干我吧 当然他就被干死了 那么杀掉高欧曹的士兵 根据历史记载 当时给了一大笔赏赐 但是西非又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就分着给 每年给点 每年给点 我给那么多 对 给到什么时候呢 给到西非 后来所谓的北州 灭国 这个赏赐都没给完 我的天 分期付款 在那个时候就有了 由此可见 高曹对于高欢来说 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战将 是的 那么没放高曹进城的这个堂直 被高欢当时打了200军棍 那也得打死了吧 我觉得 对 这就是第三场战争 听到现在 每一场战争 都是高欢那边主动出击 是吧 他还是有这个 一举村下 宇文泰这边的这个心思 对 但是这个时候说 头颈跑了 高曹战死了 那么西非接着往前打 对吧 西非肯定要趁胜追击 这时候站出来一位老将军 叫万一洛 这个人原本是西非的人 后来投降到了东魏 因为自己年岁大 其实在西非可能就 咱说北京话就不得一 天丑 对吧 你老卖年糕的是吧 好 结果高欢对他反而很尊敬 这个高欢有好多点很像曹操 就对这些人很尊敬 说你来投奔我 我一定理贤下士好好对你 就这个时候 万一洛 站出来了 到他就 西非的兵正好打到他这了 老将军上马 说万一洛再死 你们谁要过来比划比划吗 都认是吧 对啊 然后西非人看到说 这老头还敢上阵 而且他敢临阵 万一洛是想 我就报效给你 也死了就完了呗 对吧 但西非的人这时候心里就开始发慌了 一定有埋伏 想的多啊 对吧 控成计啊 诱饵 嗯 说这个时候 他在这儿 他是一个降将 他可不是高欢的嫡系部队 舍了他 当鱼饵 把我们诱进去 这时候我得琢磨琢磨 恰逢天降大物 就坚定了这个西非人当时的这个心理 嗯 那么最后西非 撤兵 哦 真好玩啊 这一仗打的 嗯 然后西非这一撤 他往回一撤 高欢又来劲了 追他们 哎呀 结果这场仗后来比如什么李虎啊 这些人 在上前一打一败 撤退 然后高欢要勤宇文泰 要勤元宝剧 因为把这俩人一杀 这事就结束了嘛 是啊 那使得宇文泰跟元宝剧 烧了这个大营 仓皇逃跑 嗯 相当于是第三场战争 那这就三场仗 哎 三场大仗 嗯 对那之后还打不打了 这俩人 打 还打 其实后来还有两场大战 哦 这两场大战呢 基本上都是以高欢挑头 唯开始 宇文泰奋起抵抗 嗯 最后双方各有输赢 其实没有一场战争 是真的谁把谁吃掉的 嗯 那么基本上这五场战争以后 东魏跟西魏就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谁也干不掉谁 哦 而且大家在这几年的拉锯战中 东西魏的历史有一个特点 听起来事很多 但是总共没有多少年 嗯 它很密集 因为这些人的能量很强 就年年到 所以就是大家在迅速的就把各自的军事实力 拉得差不多了 哦 也就因为这五场战争 才能导致后来产生所谓的北齐和北周 哎 大家要各自发展了嘛 就知道你往东来不了 我往西去不成 所以大家就各自发展 嗯 但这里要说一下的什么呢 第四场战争呢 导火索 就是因为高欢他们家人 哦 比较变态 啊 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导火索是什么呢 导火索就是高欢的这个 儿子呀 长子 第一长子 叫高成 高成看上谁了呢 看上这个高敖曹的弟弟啊 叫高仲密的媳妇叫李怡昌 嘿呦 瞧这事啊 在在那个时代这也并不是特别罕见啊 嗯 就欲行不轨啊 去人家做客 给人家媳妇衣服都撕了 这搞得也太难看了 啊 然后正好赶上这个人上虎劳关 放外任 嗯 出来就反了 是得反 导致的第四场战争 第五场战争打完以后 没多时间高欢就病逝了 哦 高欢病逝以后 高欢的儿子们陆续 咱不能叫继位 因为他当时高欢没称帝嘛 就陆续接过了高欢全力的接力棒 才有了后来的北齐 嗯 他的这些儿子们 绝大多数继承了高欢的智商和美貌 哎呦 也继承了我 不是我啊 是基本所有人都怀疑 他们家遗传的精神病 哎呦 真的吗 真的 哦 就是从他的儿子高成开始 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混蛋 慌乱的王朝开始 从未有过的如此密集的精神病皇帝 陆续登场 行 那这样啊 那我就在这 我就替大家拍板了 好吧 因为今天咱们这节目呢 就聊聊咱们这个北魏的后续 讲到这儿大家也明白啊 就是高欢这一边 然后这个宇文台那一边啊 从这个东西魏开始 当然后边大家也历史人也知道 就是这个北州啊 北齐 是吧 那今天咱就不妨在这期节目里边 着重讲一讲 高欢他们家人的这些故事啊 就比较带劲 好不好 花开领走各表一支嘛 大家听点这热闹的 哎对 这个野蛮的 听点那浑的 哎对对对 好 咱先说这个啊 咱就顺着这个老高姐这些事 继续讲 那我们现在要说说高欢和他的儿子们了 好呀 我们说高欢这个人呀 漂亮 能干 能打 隐忍 像曹操一样 有很多优秀的品质 他还有一点跟曹操一样 哦 是吧 人家是美的 你 高兴呢 曹伟爱人妻 爱人妻 哎呀 大家都知道啊 这件事贯穿了高家爷们始终 我爱的之乱 哎呀 首先说高欢 高欢就把这个元秀的媳妇就都给收到囊中了 大耳朱氏 小耳朱氏 这些人 对 所以等高欢去世以后呢 就给他的这些儿子们呀 颇留下了一些后妈 哎 那我这先提个问题啊 咱先聊一点点正事 嗯 高欢去世之后 然后他儿子 那等于就是继续这个 啊 写所谓的这个 对 大卫天子 对啊 也没有这个独立 没有没有 没有成帝 高成没有 哦 这个 咱们 严肃的说了啊 你说啊 咱们刚开始先铺垫一下 让大家一会儿听起来 觉得没有那么的突兀 嗯 高欢的这些儿子们 从政来说 一个一个都是有本事的人 是吗 对 哦 他们家人的特点就是 一会儿清醒 一会儿魂 他清醒的时候 这些人都非常的有本事 比如说他的这个 敌长子 高成 嗯 高成就 很小 十几岁的时候 就开始辅佐朝政了 而且到他主政期间 整顿立志啊 当时有一些贵族集团 然后垄断 朝纲啊 就是所有的国家大政权 都在他们掌握嘛 产生了大量的贪腐嘛 整顿 包括军事上 他不能再往西扩张的时候 往北 嗯 往南 打南朝 打北边的柔然 匈奴 他们做的都非常好 这一点确实是 而且他作为敌长子 他是顺利的继承了高欢的这个权力的 嗯 他到什么地步了呢 他不是没有这个篡位的心 嗯 是没有给他这个时间 一方面他政治上有作为 另外一方面 他当时确实已经是横行天下了 在整个东魏 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 他劝这个袁山剑喝酒 就是君臣之间嘛 俩人 嗯 当然这个皇帝的地位没有那么高 大臣的地位又过于的高了 嗯 对吧 两个人在那喝酒 他就不停的灌袁山剑 就跟咱今天这种恶意灌酒 明白 然后呢 给这袁山剑就灌极了 就是北魏的皇帝都有多少有点脾气啊 就这个拓跋式这些皇帝 多少都有点脾气 这袁山剑就急了 说天下就没有不亡的国家 我亡国就完了 说你也不至于在酒桌上这么灌我吧 哦 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急 对吧 你大不了 你说大哥我不喝了 嗯 你吐去不就完了吗 你是不是想灌死我 啊 对 酒精中毒 嗯 然后呢 高成就急了 他们家人就精神有问题吗 哦 命的自己手下一个姓崔的大人 说你给我揍他 哎呀 我太粗暴了 我以为有 我以为让他惯的 不是就揍他呀 你给我揍他 结果这哥们拉过云山剑 照着脸就三拳 哎呦 三拳打一满脸花 这皇帝当的 打完以后 高成那劲过去了啊 呦 我错 我干嘛打您啊 我得给您赔不是 嗯 怎么给您赔不是呢 我请您喝酒 还喝酒 忘了 打您那人 我不让他来了 嗯 他真不对 但你得在这接着陪我喝酒 袁山剑去的 你侮辱我 我喝不过你 你打我 打了我 你还让我给你喝酒 没完了 没完弄了 他就决定怎么办呢 我得跑 嗯 怎么跑 说起来很凄凉啊 挖地道 哦 让工人啊 就工中之人 帮他挖地道 嗯 这高欢打仗的时候 就擅长挖地道 这高成完全继承了 他爸这一套 说 啊 挖地道呢 嗯 等着呗 就挖出来 皇帝从地道里出来 高成在那看着呢 您出来了 问了一句 非常著名的话 嗯 说 陛下您何故要谋反啊 什么话呀 这是谁谋反啊 嗯 然后 这个 有两天看着他 我 皇上 高成突然间跪在地上 说我说错话了 哎 他那脑子是有点问题啊 他们家人都这样 嗯 我说错话了 我真不应该这么说 说哪有皇帝谋反的道理 嗯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把那皇帝都逼成艳蜀的故事了 哎 嗯 然后呢 我们说他们家人 哎 啊 也不敢说话 刚反应过来 确实袁山剑也没什么台词 好嘞 嗯 他们家这个爱人妻 是吧 嗯 我们刚才说了 他这个大臣的老婆李一昌 嗯 嗯 他给霸占了 他把当时留下的那些 从之前北魏皇帝手里头 继承的那些小后妈们 嗯 然后他爸一死 他也给霸占了 狗乱啊 这个大耳朱式 霸占了 这都不叫事 最关键的 禽兽不如的 他把他弟弟的老婆 也给霸占了 这还不急 哎 他弟弟真没急 没急 因为他弟弟是高杨 对 嗯 我们先把高杨搁这啊 嗯 就这么一个又有作为 又浑的这么一个人 老天开眼 很年轻就去世了 嘿 老天开眼啊 没遭什么罪 是这意思吗 嗯 被人杀死了 你看看啊 他被谁杀死了呢 被御厨杀死了 这御厨叫什么呢 叫蓝精 蓝花的蓝 嗯 北精的精 哦 这蓝精是什么人呢 蓝精他爹原来是战将 战俘 当时让这个军人呀 最后去做厨子呀 是一种侮辱 哦 这样啊 嗯 这个蓝精曾经无数次的向他这个求情 说你 你要不就让我去当赶死队去 嗯 要不你把我当庶民 你让我当老百姓种田去 不行 你就得给我做饭 羞辱你 哦 这样 嗯 什么机缘巧合蓝精杀了这个高成呢 高成那时候已经动了这个要篡位的心嘛 就跟他的进尘在商量怎么策划这件事 嗯 商量的过程当中 蓝精作为厨师 做完饭得给上菜 对吧 嗯 一推门进来 给您上道菜 哎 您看这个清蒸鱼 嗯 可以啊 嗯 是不错 高成张嘴舅嘛 你狗一样的东西 我在这说事呢 谁让你进来呢 你敲门了吗 那今天的话说 嗯 破口大妈 侮辱他 你爸当年就怎么怎么着 你看你现在怎么怎么样 你办这点事你都办不好 上个菜你都上不明白 一通侮辱 蓝精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他可是军人的后代 对吧 那从小也是 见过刀枪剑 及腹液高叉的人 嘿 嗯 蓝精怎么办 拿了一把短剑 藏在上菜的盘子下面 大家能想吧 他端着一个盘子上菜吗 嗯 这个剑就在底下 走到高成身边 盘子一扔掏出剑 直接把高成就给攒了 哎 欺人太深 太深了 真的是欺人太深了 嗯 那这高成一死 那他们家这个 这权力位置 咱只能这么说了 那权力位置轮到谁来呢 他们怎么轮呢 这事啊 一听说高成死 嗯 这马上得通知高家人啊 这时候高家人出来的是谁 就是高阳 高阳啊 说到这儿的时候啊 我们再说一下高家人的相貌了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嗯 因为我没想到啊 就我们聊的这些历史啊 有很多这个女听众都特别喜欢听 哦 对吧 我们每次之前聊所有王朝的时候都说那些太后啊 哎 哎 什么的 这次我们终于要说几个特别漂亮的人 其实高家人里头最著名的人是蓝灵王 嗯 大家都知道是吧 嗯 大战将 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子之一 的确 因为长得太漂亮 所以打仗的时候必须得戴面具 真的 是吧 太美 蓝灵王就是高成的儿子 哦 他们家的男孩都非常帅 当年高欢就因为帅 对吧 楼昭军嫁的他 所以你想想高欢的孙子是高长公蓝灵王 蓝灵王又这么帅 四大美男子之一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高成的相貌是什么呀 嗯 肯定不差 那么高欢的这些孩子们都继承了他爸爸优秀的这个外形的这个基因 一个一个风流倾傲特别帅 除了高阳 啊 高阳长得不行啊 高阳这个咱说龙生九子子子不同 嗯 高阳就是高欢的儿子里头最丑的一个 哎呀 一身的这个牛皮选呀 又黑又错 反正就不好看 嗯 咱们不是说制造相貌焦虑啊 也得说事实嘛 对 只是跟他那些绝世美男的哥哥弟弟和子侄相比 嗯 高阳长得非常不好看 所以高阳生下来就知道 他远不如他哥哥 远不如他爹 远不如他的弟弟 明显也是不太招人待见 在家里边 所以就才会有刚才我们说 当高成霸占了高阳的老婆李祖娥的时候 高阳并没有发作 明白了 嗯 那么当高成一死 紧接着他作为这一代里的最大的这个男孩子 哦 大弟弟 嗯 高阳迅速进入朝廷 首先抓刺客 平乱 然后跟袁宝神说 我们家我接着来 嗯 这件事我来处理 稳定住朝廷以后 他接过了权力的棒子 那么高阳开始想一个问题 我哥怎么死的 被厨子捅死的呀 我哥在什么时候被厨子捅死的 哦 想着这个自己自立为帝的时候 对 所以刚刚觉得说 该我们家了 哦 我隐忍了这么多年 我怎么能强爷圣祖呢 我爸没当皇帝 我哥没当皇帝 我当吧 哦 好家伙 嗯 于是高阳就跟这个袁宝神说 善位吧 就是传统做法呀 嗯 我不能视觉 得让人家善位 嗯 然后我还那个推托 是不是啊 哎 说那个三让之礼 就实在不行了 那这不成了 那算了 那我就 我就当吧 这个传统都是这么搞的 还没等其他人 签让这件事 嗯 他妈就出来了 娄昭君 就马上要成为太后了 是啊 娄昭君就说 你爹呀 指着高阳说 是龙 高欢 你哥哥是虎 嗯 你有龙父虎兄 你瞧瞧你 你算什么东西 哎呦 这赤亲妈妈这话说的 你真可不带进这孩子呀 太难听了 丑小孩 嗯 对吧 你一直说这孩子丑 那丑孩子 人就不配有一片天空了 就是啊 丑孩子就不能有爱了吗 就是啊 这皇帝非当不可了 对 高阳跟他妈说 你把嘴给我闭上啊 嗯 你再多说一句 你个老东西 我就把你送到匈奴 给那些匈奴人当媳妇去 你活腻歪了吧 完了 反目了啊 嗯 那这没人敢劝了 简单说 高阳 登基 国号 齐 嗯 为了跟春秋那个齐 作为区分 历史上称为北齐 所以高阳是真正意义上 北齐的第一任皇帝 登场了 嗯 高阳登基以后 非常的有作为 登基的初期叫 历经图治 历行改革 劝农兴学 编制律令 嗯 做了一大堆有作为的事 头四年 高阳是这么干的 最有名的就是 因为我往西打不了 嗯 往南也就这样了 我要干嘛 往北打 开张拓土啊 对 北边有谁啊 匈奴吧 嗯 柔然吧 那个时候柔然已经改名叫如如了 哦 是吗 对 因为这是北北对他们的灭称 你别叫柔然 你叫奴奴 还有谁 我们非常熟悉的契丹 契丹 嗯 我们当时不是讲过契丹 曾经被北北打过吗 高阳 身先十足 冲锋陷阵 历史上记载 怎么打 光着宝子打 许楚一样啊 吃生肉喝泉水 哇 骁勇善战 直接把北边都扫平了 就亲自出征啊 嗯 嗯 御驾亲征 对 哎 大家现在其实我也稍微的在 往回咱们捣一捣 说啊 这个现在高阳 当这个正式建立的北齐 嗯 那其实就是之前讲的东卫 对 这一边啊 对 东卫现在是北齐 那他这个建都之后啊 那个都城定在哪了呢 晋阳 嗯 当时突厥可汗管高阳叫什么 叫什么 英雄天子 捧上天了 大家试想一下 这是一个不好看的 皮肤有黑 打仗的时候 赤膊上阵 喝泉水 吃生肉 那说白了 有牛羊肉吃牛羊肉 没牛羊肉 他就吃人肉的主啊 哎呀 威震 整个北方 英雄天子 四年以后 高阳开始犯病 遗传病来了 哎 都干什么事啊 疯了 真疯了吗 真疯了 他执政的后边的那几年 有时候清醒 有时候糊涂 就是犯病 哦 高阳犯起病来 说实话 真没人谁比得了 是吗 这个人的风啊 他是一层一层的 让大家听起来 最后没有那么冲突感 我们先就简单的说嘛 从他最简单的一些行为开始 温和一点的 温和一点的 就是裸奔 裸奔 皇帝在都城的大街上裸奔 没听说过这样的 然后穿上女人的衣服裸奔 这个就有点难度了 化上妆 你穿上衣服裸奔 这个 不 就是 披上那个衣服 里头不穿 披上 正面全裸 对 化上女人的妆 你想他那个长相 是吧 但凡是他哥哥 他弟弟 你都觉得行 是吧 他这也不太行 怎么啦 这长得不好看 你就不许裸奔了 就不许化妆了 这不对 纯真在月光下裸奔 我支持 你支持 还有呢 还有就是 你比如说 他哥哥当年 霸占了他媳妇 李祖娥是吧 对 那他一直 例如说在隐忍嘛 那现在不用忍了 霸占回去 你弄我媳妇 我这弄你媳妇 哎呀 报仇 报仇 然后杀人 他杀人就比较的随性 每天杀 找不同的理由杀 每天杀呀 杀杀杀杀 杀那个身边的这个 什么当官的 还是说 普通人 想起什么杀什么 无差别 对 比如说他侄女 他侄女嫁人了嘛 然后嫁人以后呢 他就问他侄女 说你怎么样啊 那边婆家对你好不好呀 他侄女说 说都特好 就有时候跟婆婆关系不太好 那行没事 我去问问去 去了 问他婆婆 说你这个老公去世以后 你想不想你老公啊 耳熟吗 哎呦 天哪 耳熟吗 树立后学的谁 断腕皇后 树立后学的谁 天哪 学的高扬小哥哥 哦 你想不想你老公啊 想想 好嘞 走 你到 跟他侄女说 没事了 你婆婆让我给宰了 哎 行 这都是比较常规的 嗯 还有一些就比较 进阶了 嗯 进阶了 嗯 他有一个 爱妃 姓薛 薛妃 嗯 跟薛妃这个 你浓我浓 浓情蜜意 好的不能再好 天天在一起 突然之间 有一天想起来 爱妃跟高扬自己的叔叔 嗯 曾经好过 哎呦 醋意大发 哥咱就开始翻旧账了 对吧 不翻 直接童死 童死谁啊 爱妃啊 哦 嘿 你不是 你童死那叔叔不就 爱妃在身边 正搂着呢 正浓情蜜意 当中 哦 就这呀 不断之间想起来 你跟我叔好过 顿时觉得有些心烦 沙江过去 把爱妃童死 童死以后 才是真正变态的开始 他把这爱妃的尸体 裹在身上 然后要宴请群臣 哎呀 这听着都在这儿 你说这些大人 这酒怎么喝 有点恶心啊 对吧 然后喝到一半的时候 给这尸体拿出来 当着大家面开始分尸 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 哎呀 杀人容易分尸难 是是是是 为什么要分尸呢 嗯 因为他要把爱妃的骨头 剔出来做一把琵琶 弹起我心爱的古琵琶 这有史记载啊 哎 弹琵琶唱什么歌呢 嗯 我心爱的人 他永远离开了我 哎呀 这听不下去了啊 这样太变态了 这个这个怪不得 这个前面要铺垫一下呢 然后呢 那我们说这个是他 这些事 嗯 他最主要的一件事 他登基了 嗯 他称帝了 是吧 嗯 他登基称帝以后呢 他刚开始是把这个 原神剑他们就扁成王嘛 对吧 你就啊 封你个什么职位 你就闲着呆着吧 突然之间 他就想 说你说这个汉朝啊 嗯 为什么后来会有光武中兴 这种事 说好 因为刘家还有人呀 嗯 他说 啊 对 那我就不能让原家还有人呀 斩草株肝 所有原氏子孙 一个不留 墙堡中的婴儿都扔起来 拿枪挑死 哎呀 嗯 把所有的尸首扔到河里去 喂鱼 当时史料记载 大家经常在河里打完鱼以后 得收拾鱼嘛 嗯 从这鱼肚子里挖出 肢解 哎呀 所以那个时期 太惨了 就不吃鱼了 嗯 那么高杨在这种酒色纵欲 然后杀人如麻的这个情况下 又当了四年皇帝 嗯 就病逝了 该死啊 咋是死得了 这人做这些事 我都听不下去了 嗯 那在高杨的弥留之际呢 就找他的弟弟 嗯 跟他弟弟说呢 说我要把这个皇位呀 那时候已经是皇位了嘛 把皇位呢 传给我的儿子叫高音 嗯 说如果有一天你想当皇帝的时候啊 你可以当 但你可不要害了我儿子呀 可以 高音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皇帝 嗯 就是是北齐少有的一个正常的皇帝 为什么正常呢 就因为高音在位只有一年 哎呀 啊 当时高杨脱孤的那个弟弟叫高衍 在这个楼昭君的扶持下 就是太皇太后的扶持下 嗯 对吧 因为高音是楼昭君的孙子了嘛 扶持下 就发动了政变 我们简单的说 就废掉了高音 哦 没杀呀 刚开始没杀 嗯 先废 高雁当了皇帝以后 没多长时间 就把这个高音就给杀掉了 嗯 因为杀掉了高音 所以高雁经常做噩梦 因为当时高杨脱孤的时候 跟他说了 你可以当皇帝 但是别杀我儿子 就是啊 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对啊 嗯 所以高雁的身体啊 就每况愈下 大概做了一年的皇帝 身体就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嗯 他就是想呢 我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了 那他把皇位传给谁呢 两个选择 要么是他儿子 要么是他弟弟 哦 对吧 对 那么他当时 他的儿子叫高百世 还很小 那么他想了半天 他说那我就把皇位传给我弟弟吧 嗯 就把皇位传给他的弟弟叫高湛 他跟高湛说 你可千万不要学我 我为什么这么短命就死了呢 因为我当时辜负了兄长的嘱托 这哥仨其实啊 亲哥仨啊 这几个孩子 从高成 高阳 高眼 高湛 全是娄昭君的孩子 同一辈的啊 对 而且是一母所生 一母所生啊 都是娄昭君 所以娄昭君如果从高成开始算 当了到这已经是四人皇太后了 天哪 嗯 就非常成功的一个女性 是 养了一群疯子 嗯 还得不能赖人家 嗯 你老高的基因不好啊 嗯 然后呢 等于就是 就跟高眼说 说你千万不要学我啊 我就是因为杀了侄子 对 对吧 对 我才夜里做噩梦 我直接传给你 对 是吧 我传给你 你一定要对我的孩子好一点 咱是亲兄弟 放心 放心 没问题 没问题 包我身上 包我身上 我善待我的侄儿 嗯 高眼 即位 北齐 第四个皇帝 这真够怪的 这感觉没有几年了 这就第四个了啊 高眼也是个疯子 但是我们这还要实话实说 你说 实事求是的说 高家的这些个皇帝 可不是没有作为的昏君 明白 他只是疯子 嗯 他们每一个人在他这一任上 都是做了一些事的 比如说 高战 高战 颁布了大旗律 就是如果大家学法治史 会知道 大旗律对后来随唐的 这个法律制度 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哦 在大旗律里头 就开创了 叫重罪十条 定了十条重罪 嗯 那这重罪十条 后来就演化成 大家口中经常提到的 所谓 十恶不赦 哦 这都是高战 在位的时候 他的政治上的作为 嗯 就我们说 他不是没有作为 明白 他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那么高战当了皇帝以后 有作为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开始疯 那我先问问 有没有善待他的侄儿啊 那是不可能的 哎呀 高战是当了四年的皇帝 在他疯的这件事 他主要干了些什么事呢 怎么疯呢 比如说 他把像当时著名的这些重臣 像杨茵啊 这些人 全部都杀掉了 哦 这都不能留 我也不问为什么了 反正就杀 就杀呗 然后高百事 杀 都不能留 嗯 还有 就是大家还记得 当年高杨的老婆 李祖娥吗 哦 记得 被高成给霸占了 对 对吧 后来高杨因为这件事 还又霸占了高成的老婆 嗯 等高占继位以后 又把李祖娥给霸占了 招谁惹谁了 我就说这李祖娥太惨 太惨了 就被高家这哥几个 轮着欺负呀 哎 不仅仅霸占 嗯 还怀孕了 嗯 那大家知道他正常 他有孕期呀 对呀 所以他这 显怀以后 他就不能再见自己的 这个孩子 因为他 脸上他不好看呀 你们家人疯 人家姑娘不疯啊 嗯 对吧 人家不是不要脸 是因为你们 强迫人家呀 所以高杨的儿子 就高杨跟李祖娥的儿子 想见李祖娥的时候 李祖娥就不见 哦 因为怀着孕子 怎么见 怎么说呀 这事 我跟你叔又生一个 等这孩子生下来 高杨的儿子 就见着他妈了 破口大骂 说什么呀 这叫 说你 你这叫什么事啊 我说你为什么不见我 结果李祖娥羞愧难当 就把他跟高杉 生的这女孩 给掐死了 很间悲剧啊 高杉知道这件事以后 就把高杨的这个儿子 给弄死了 跟李祖娥说 你掐死我闺女 我就宰了你儿子 然后把李祖娥 脱光衣服 用精条开始抽打 遍体鳞伤血肉模糊 装在麻袋里头 扔到了河沟子里 是宫女 抢过去 救了李祖娥 用牛车拉走 送到城外的一座寺庙 让李祖娥出了家 才彻底摆脱了高家 这几个魔鬼一样兄弟的魔爪 之后就活了 就活了 因为只抽了个变体鳞伤 抽死过去了 太好 真不容易 这一辈子 然后高杉 他的这个老婆啊 叫胡皇后 我们说高杉 不仅霸占了李祖娥 是吧 他们家这个爱人妻的这个毛病啊 是代代传嘛 到他这儿 开始进一步发展了 格局打开 不要拘泥于性别 这么大胆 就是高杉自己 不再拘泥于性别 有了这个龙阳之号 这个人叫何世开 何世开就变成了高杉自己的男宠 同时何世开又跟高杉的老婆胡皇后 之间在一起玩一个叫做卧朔的游戏 这哪俩字这是 卧手的卧 曹操横朔赴施的朔 比这个冰人 玩一个叫卧朔的游戏 这个游戏玩着玩着呢 两人就玩到一起去了 玩着玩着三个人就玩到一起去了 这个乱呢 然后他对他的这些子侄们 凡是给他提意见的 一律杀死 杀人的方法都很变态 比如说高成的这个长子啊 叫做高孝瑜 因为给他提意见 说你这个后宫这什么玩意儿 对啊 他说咱家人您还在乎这个 你不是给我提意见吗 你不是高成的长子吗 你觉得你身份地位好 你给我提意见 行 我儿子结婚你过来喝酒吧 借太子高伟结婚的名义 邀请这个高孝瑜来喝酒 就开始灌酒 又是灌酒 连灌37杯 我天 把高孝瑜灌醉以后 然后派他的进尘 用车拉着他出宫 在车上就给他喝了毒药 喝了毒药以后 这人毒药发作 然后就给他扔到河边上 投水而死 另外一个侄子 被他当作靶子 乱箭射死 射成像草人一样 他你说杀人都杀 而且他我觉得 他都是虐杀 你发现 对吧 他就完全是虐待 就真是变态 比如说他杀高百年 就没有机会和借口 就是有人说高百年 在家写字 写什么呢 写这个赤 皇帝行文 才能用赤 写这个赤字 他就把高百年叫来 说你给我写一赤字 我看看 你写这个赤字 跟提供线索的赤字一样 然后就拉着高百年 就开始打 派身边的人打 把这高百年 一顿暴打 高百年最后是求饶 说我不是先王的太子 我是您的奴隶 行不行 不行 砍了 砍完以后扔井里 极度变态的这个人 他不仅变态 他还迷信 有一年 突然之间天空划过了一颗彗星 他认为这不是好兆头 怎么办 我要退位了 他就退位了 那传给谁啊 那退位 传给太子 传自己儿子了 传给了太子高伟 这个人 就是北齐的亡国之君 哎呀 我就觉得 王的有点晚了 一样啊 嗯 那么 高伟呢 这个人继位以后 他继承了高家 所有的精神病的那一面 哎呀 唯独没继承 高家 他的伯父父亲 这些人 治国的那一面 所以他只继承了高家的病 没有继承高家的智商 他是一个又蠢又浑的人 他爸爸那时候 说退位了 那当太上皇去咯 对 哦 当然他这个 当了太上皇 没两年也就去世了 哦 这样 对 高伟在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政治上就 没有什么作为 小的时候看着还好 爱好个文学什么的 嗯 但等他当了皇帝以后 重用这个 奸宁之臣 就是 亲小人 远贤臣 高伟做的就非常好 哎 比如说跟他爸爸和他妈妈 都有恋爱关系的 这个 何时开呀 比如说这个 北齐后期著名的这个奸臣 叫高阿纳红啊 等等这一些人 就他身边围了 一群 这种坚硬的 进禅言的这种 误国之臣 最关键是 他有一个宠妃 这个人叫冯小莲 呦 哎你乐什么的 没没没 你说啊 宠妃啊 宠妃 冯小莲 冯小莲 可以说 在北齐的这个 灭国的屡次战争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他能起到什么重要作用啊 霍国殃民嘛 一物战机嘛 真的嘛 哎 您说说我听听 先说冯小莲啊 嗯 可怜的莲 确实非常好看 好看到什么地步呢 高伟跟他的这些大臣们说呀 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小莲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真好看 哎呀 你们知道他多好看吗 多好看呢 师叔不信 嗯 你们不信吧 哪个大臣敢说呀 说确实我觉得您这妃子长得真不错 我瞧着也挺呆劲的 谁敢说呀 可不吗 你们不信 小莲来 脱光了 躺在这儿 让他们看 啊 让你们看看小莲的玉体 这个时候可是北周在不断的攻打北齐的时候 嗯 不思进取 后来李商寅写的诗 有这么一句叫 小莲玉体横尘夜 以报周诗入尽阳 哦 就从这儿来的呀 所以咱们说的一个成语叫玉体横尘 对吧 当然平时我看的书里头都没有这种成语啊 哦 没有吗 我不看这 哎呀 咱这也不成语 都是 节目需要 谁看这个呀 你瞅瞅 说的就是这个时候 已经国破家亡的时候 高尾只顾着和这个小莲循欢作乐 只听这些何事开高阿纳红这些人 坚定之臣的这些谗言 所以使得当年高欢犯人之子草根出身 创下的这份家业 在他各种的这个叔叔伯父的这个手里头 虽然他们家历代的这种疯子都没败下去 因为他们自己对外政治上是有思想的 是能打仗的 全在他手里毁于一旦 包括我们说的蓝灵王 蓝灵王最后死在谁手里 就死在他的城地高尾手里 哦 因为蓝灵王又能打又帅人忧正派 最后高尾受不了 奸命们受不了 当时的朝廷容不下蓝灵王高长弓了 对吧 所以最后高尾赐毒酒 毒死蓝灵王 自毁长城 等真正北周打来的时候 手下不是没有能打的人 他手下当时还有一批 但已经没有像高长弓这样的人了 但还能打 北齐还有翻盘的机会 就靠他自己 我们说好多朝代到最后灭亡的时候 比如我们讲的金 对 皇帝还有这个历经屠治的心 实在是没办法了 天作地还再燃过一次呢 想小小打呀 叶律大师说你晚了 但是高尾就一点都没有 是他手下一手好牌 被他打个稀碎 最后北齐国破 高尾被人弄死 那等于其实到高尾这 他是高欢的孙子呀 就这么两倍人 是吧 对 他最后当然他又给他传了个太子 就他又传了个位 但他那个传位就已经毫无意义了 没有意义了 对所以其实北齐总共28年 你看看这28年发生这么多 这么多疯了巴基的皇帝 乱七八糟的事 长点的七八年 短点的一年 但是如此高密度的出精神病 如此高密度的出的这些荒淫的事 使得北齐在我们简单的说 中国历史上被公认的最荒淫的一个朝代 听起来都非常的离谱 感觉真是 遗传这些事 也没什么打折 最后传一个真好 就像高伟这种人 那也是很极致 好事一件没办过 没办过 正经事一件没做过 而且他在打仗时候的那种昏庸 因为我们还要再讲讲北周 没事 我们一定要用高伟来衬托北周 当时北周灭北齐的这场战争 所以我们要把高伟的这种昏庸 他跟小莲在战争前线的这些 王八蛋的爱情故事 好嘞 留到下一集去讲 但是真的是让人很唏嘘 想想当年高欢 好啊 这期真的也是非常的 我都不能说精彩了 非常的刺激 希望大家在听到这些时候 不会引起不适 对啊 大家可能听了以后 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 当然我们也是铺垫了一些 希望我们给您带来不愉快 那当然我们在下一期 我们要折回去 讲讲那个北周那边 他是怎么一步发展 最后打败了北齐 当然要听 留这扣子那些 王八蛋的爱情故事 好嘞 那今天就来到这 跟各位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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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